8月19日李嘉欣 汪诗诗等出席化妆品新店开幕 一身紫色礼服衬托出李嘉欣的高贵气质 日前有报道他和老公许靳亨 甜蜜欧游一个月 去把儿子小GM交给姐姐李嘉明照顾 反而不让婆婆徐老太想弄孙之乐 对此李嘉欣直斥报道不实 因为我婆婆她对小孩她觉得没有那么大的兴趣 再重复她以前那么辛苦的日子 所以一般她都是对她笑笑啊 对啊 这样子 这不可能吧 因为这个工作一来会太辛苦了 因为她也真的是喜欢享受人生 这个真的太夸张了 近来李嘉欣于微博展示的 数张高难度的空中瑜伽照 原来目的是想练就出人鱼线 不过她就笑言 每次练习时都搬领老公物件 本身我老公很多问题 那然后她会说 为什么你有这个人鱼线什么的 那然后怎么练 那我觉得运动要非常集中嘛 那假如她出现的话 会影响我的效果 现在影响已经出现了很久了 那希望可以再锻炼多一点点 另外同场的汪诗诗近日被报 获丈夫真子丹送豪宅 更支入奢华家司 豪华一亿多港币 对此诗诗坦言 置业却有其事 但坚决不认花钱如流水一说 这个报道肯定不是真的啦 我从小呢 妈妈爸爸叫我们呢 就是应该花钱的地方 就是应该花 我们到现在就是出去吃饭 也是妈妈说 不可以猴沙呀 一定要打包回家 所以我也希望 我两个小孩子将来也知道 这个appreciate 就是钱不是那么容易赚的 因为爸爸纯身都是伤 对吧 就是打得很辛苦的 所以这个报道不是真的啦 东兴娱乐整理报道